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开心邀请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视频的拍摄 会不会想介绍一下自己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廖英 自己从事零到六岁 亲子教育已经有十几年 从此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所以自己一直比较关注于亲子教育这个板块 所以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的亲子教育 我们的父母学习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朵朵的妈妈 我是嘉琪 谢谢 今天其实会用一个采访的形式来进行视频的拍摄 廖英就会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访问我们 希望这样子的形式会有趣一点 好 谢谢朵朵 因为我一直不管是在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 还是在做自己教育这个板块 一直处于在学习的一个状态 也参加了很多课程 学习了很多 但是在自己的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 还是自己的孩子教育这个板块 我都觉得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可以达成我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或者是方向 再者的话 我的教育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也会有一些迷茫 因为朵朵呢 是我在两年多以前 接触视觉基因的时候 我见到他的 那个时候我见到朵朵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只有17岁 瘦瘦的小小的 就是一个学生的感觉 那今天坐在这里的朵朵 让我感觉很不一样 特别是前几天和他一起沟通聊天 我觉得他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让我很惊讶 我就觉得有一种朵朵老师的那种状态 所以今天我很好奇 想采访一下朵朵 你自己具体你在视觉基因这样学习 你大概有多少时间了呢 可能大概有两年多的一个时间吧 两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一起学习视觉基因 好像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你的成长变化 真的让我都觉得很惊讶 很大的 我很好奇 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高中生 高三的一个学生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放弃了自己的一个学习 来到了视觉基因学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因为在高中里面 要准备申请大学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发现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 发现对前途还是比较不确定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考一个好大学啊 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然后心里面也是很不明白 但是也看着好像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不管是学校啊 还是老师或者说其他所有周边的同学 好像他们的方向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那当时认识到了四月经之后 也就理解到了他们研究的理念是研究生命的运作 解释到了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走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的 但是就觉得好像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差不多的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规划的感觉 读大学之后找工作 然后结婚 生小孩 然后买房子 然后开始带小孩 好像都这样的 对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来到四月经之后就给了我一个这个答案 所以当时就决定不去大学 然后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习 也就是说你自己到了十七八岁 你开始在来检视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 你会觉得外面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好学习好工作 然后呢结婚生孩子 你会有一些好奇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会有一些思考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 就像我们很多天问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我到底要做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答案 但是你觉得在视觉基因 你找到了这个答案 是不是 对 哇我都觉得很好奇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在视觉基因这两年多的时间 你经历了什么 你学习到了什么呢 我也很好奇 想知道一下 其实很特别 因为刚开始来学习的时候 也没有说有一个课程啊 或者像学校里面 有老师教你的那些课程都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刚开始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我要怎么样才能去学习呢 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呢 那之后慢慢慢慢时间越来越久 跟大家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就发现很特别 原来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在我生命中可能一些看似比较小的一些事件 但是都会给我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 也会让我通过这些事件里面去学习到 去了解自己多一点吧 因为可能以前都也是不了解自己的 就觉得自己 我还是挺好的呀 家里人都夸我很懂事啊 对长辈很好啊 然后在学校那些朋友也挺喜欢我的 老师也挺喜欢我的 就觉得好像这样子自己就是所谓的一个好人 但是在这里通过一些事件的发生 就发现原来哇自己基因里面遗传了这么多的问题 以前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刚开始其实都不觉得 但是我会很希望别人主动跟我打招呼 就见到我的时候 我希望别人会看着我啊 会说啊朵朵来了 或者哇朵朵你今天怎么样呢 有一个期望别人要应该这样子对我 关注你 对好像当我是一个皇后一样 就好像给我请安 那种感觉 虽然可能我未必真的表现得那么明显 但是我心里面我会去留意每个人的反应 他有没有看着我啊 他有没有跟我打招呼啊 这个人他没有看着我 他一定是不喜欢我了 为什么我也有感觉这个感觉 我也有这种心态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这些很 好像生活中很平常 很细微的一些事件 但是反而就会影响我的生命 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 或者说这样一个习惯 这么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态度 那就会使得我很不开心 我一觉得这个人他今天没有看我 那个人你明明昨天跟我打了招呼的 你今天又不跟我打招呼 那所以很多这些小事情 生活中的小事情组合在一起 就会让我觉得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开心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按照你的想法来做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像每天一睁开 这个事情不开心 那个事情不开心 我又不喜欢那个人 我又讨厌这个人 好像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有很多的负面啊 很多的不喜欢啊 觉得很多问题啊 就整天好像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就当然也很不开心 所以到之后我甚至是有一种 有一些比较抑郁 或者说想自杀的思维 有这个吗 对会有会有自杀思维 因为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那么绝望 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就我就觉得很有压力了 好像天都塌下来了 没有希望了 死了算了 死了就解脱了 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现在看回以前的自己 都觉得这些思维可能会很夸张啊 你明明一点小事就这么夸张 但是其实我们的研究会解释到 因为我们的基因里面遗传的资料 它是一代比一代的复杂 所以现在的小孩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多的情绪问题啊 或者说更多的一些小事好像就会爆发 好像就会在那里无力取闹啊 在那里哭闹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其实是跟我们遗传的家族动力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听你这样的分享 我在接触我自己的孩子 或者在观察我们学校里的孩子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现在已经有十几岁 可能呈现的这个比较明显一点 但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当下的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就拿我的小女儿来说 比如她是在衣柜里选衣服 比如今天很冷的 她要选一条裙子 然后呢就穿了就会冻嘛 然后我就建议她这条裙子不合适 今天不能穿裙子 因为会冷 她就会发脾气 那我在想 是不是现在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呈现 她还很小哟 她才几岁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当下的很多青少年 他们也会有心里的很多的一些不开心 或者是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开心 也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一些孩子 就是说会去跳楼呀 自杀呀 可能他们都不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呢 去做了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导致整个家庭 整个社会都出现这些比较负面的一个迹象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智慧的一个孩子 你能够去看懂这一切 而且能够走出来 学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理解 我真的觉得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觉 在你身上要看到了很多 未来青少年的希望的一样的感觉